三十九 明報 機場提早飽和三跑未見見中場可多用千萬克遲 2015年7月27日港民A03香港國際機場加快飽和 自今年底升降量將達到每小時68價次的上限 因機場三跑道工程仍未完成所有規劃程序 故機管局急於希望中場客運郎可以盡快啟用 當新客運郎建成後 機場每年可處理的客運兩張增加一千萬人次 香港國際機場是全世界最繁忙的貨運機場 去年機場共接待六千三百三十萬旅客人次 處理三十九萬架次飛機 預計一至兩年內達到最高四十二萬架次 三跑道工日期難確定中場客運郎能否如期建成刑事未知數 機管局爭取2023年建好的三跑道也未必可如期動工 目前三跑道的環評報告已獲批准 但仍要經成規會一關 機管局就填海涉及的赤皮各分區計劃大綱申請 早前結束 共收到約五千份反對意見 據機管局外部評估 可能要多花一年時間才完成法定程序 難確定可預期於2016年動工 另外 機管局就調低以向旅客徵收的180元機場建設費 以完成研究 短期內交政府審批 據悉將實施分長短途徵費 減低對旅客影響 對旅客人躍到期待